哎晴晴 放学的时候喊你的那几个人是谁啊 我看不像你明白的呀 我闺蜜 闺蜜 对 我那几个老姐们 还老姐们 那他们学习怎么样 哎呀 我们几个多闺蜜有三五位 不问出生 不问父母 不问成绩 规矩还挺多啊 尤其是不问成绩 为啥呀 就跟你们到二十三班 无人工夫一样 这是对朋友最大的尖重 哎呦什么 放心 将来就算哥哥不管你 我也会管你 那你会给我钱还吗 会呀 那时候你可就长大结婚了 你老公又是不愿意呢 那我就偷偷给你 那又是被他发现了呢 我不会让他发现的 真正的被发现了 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是你偷的 他跟你断交关系 你又再也不来往 满意了不 就说了 偷偷给 偷偷给 你非得让他发现 发现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 杀了不行 非得让我喊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怎么哭了呀 呵呵呵呵 过来妈妈再也不把乳掉了 晨晨 我觉得你长大了 知道心疼妈妈了 妈妈看见了肯定很高兴 没事 给哥哥笑一下 我刚才就是因为笑 才比达大 你看 妈妈每天为我们洗衣 做饭 还贴送我们上下学 之前做完还要上班挣钱 养我们 你看妈妈辛苦吗 辛苦 我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吗 吃饭 改家 画个好老公 妈妈 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真的什么好事 你们说要乐意住人 今天直接要互相帮助吗 对呀 我同学的妈妈 每天都是骑电动车来接她的 有时候下雨衣服都淋湿了 哦 我跟她说 我回家让我爸 把你妈求回家 她让我爸给你妈买辆车 那她爸怎么办 她把她妈离婚了 妈 你怎么了 我不同意吗 叫谁妈呢 你呀 我可没生过你这样的女儿 刚才你老婆打电话 为你吃了没 你怎么说的 我说吃了 这一个叔叔做好送来的 啊 哪个叔叔 就是经常来我们家的那个叔叔啊 那是外卖 那是我点的外卖 人家外卖员穿的衣服都一样 不是同一个人 你老打电话说让我去趟他家里 去了你知道怎么说了吧 什么谁说呗 就是我妈不让我跟你说 自己跟叔叔送来的 就会是外卖员 你这样说他会打断我的腿 我这样说也可以 昨天我给你要的那个玩具 买不买 行买 走 好 先去买玩具 哈哈哈哈 怎么气呼呼的呢 你俩吵架了 我问他 刚才我们在窗市 遇见一个外国人 他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怎么打的 他上来就双手和时来了一句 萨瓦迪卡 啊 泰国人啊 然后呢 然后就有很多人看了 我拉他走他还不走 你说我能走吗 是在中国 我能不能给中国人对面子 对 说得好 我也直接双手和时回了他一句 你怎么回答 阿弥陀佛 咱们来玩个游戏啊 这是什么 20块钱 我拿盆把它盖住 如果你能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把盆打开 把钱拿出来 这20块钱就是你的 如果你做不到 你给我20 你放100 你放20 我用我制伤了你 不玩 那行行行 让我给你加100进去 这样行不 还行吧 谢谢 谢谢 妈妈 妈妈 你难受吗 妈妈没事 妈妈你喝水吗 谢谢宝贝妈妈不喝 妈妈 你喝千万不要就这样做一样 啊 放心吧 妈妈走不了 能扛得住 扛得住怎么办 行了 你先出去吧 能不能扛得住全赛你 妈妈 这个情况就不要这样躲了 你躲了 我爸就给我找个后妈了 这样我和我哥就完蛋了 哥哥 什么时候出了饭 让妈妈告诉你 这样吧 你把你爸的私房钱找出来 我就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 好啊 哎还真有 给你 那我们现在就是游乐园吧 我只说带你去 又没说什么时候去 再说吧 拿回来看看里面有多少 哎 钱呢 你只说打帅又没说给你 哼 哎呦 什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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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俩别光吃配啊 吃个肠 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能替我保密吗 当然可以 最近我急需用钱 你们能交我点钱吗 无意担心 我们就当没听见 到底是见还是不见 那要是不见呢 不见 就不要因为我这个妈了 好了 大家 我们不喜欢吃饭 我们真喜欢吃菜 你还记不记得 老子都能叫做小桥 都让开 今天这次让你爸气死我了 怎么了 在街上 他竟然说他娶了我 抖了八臂的霉了 街上那么多人 你说他是不是250 哈哈哈 你说不能在人家后 说别人怪话吗 我 我没有说他坏话呀 那255是什么意思 嗯 那是我夸他呢 我夸他好 特别好 好都不能再好了 有人 我没有想起我爸夸夸你 这次你比他还有250 给伯伯 不啥 这叫鸡官 吃了能当官 人家团餐都当上班长了 你也加把劲呗 我可不吃 你吃 希望你明天就能当局长 局长你班长有前途 那你当了局长 我和哥哥也跟着沾上瓜 我们的人生 也就收拾很多弯路了 你当了局长 也许我就能当上班长了 妈 我先帮我回去了 怎么了这是 老师说 就了那么长时间英语 考你吧 我就说 妈妈 mother 爸爸 father 爷爷 father的father 啥 爸爸的爸爸不就是爷爷吗 然后老师就说 帮你那么说 mother的mother 是奶奶 我立马就问他 妈妈的妈妈怎么是奶奶呢 他不是姥姥吗 也对啊 然后他就让我家里一节课 别着急 明天我就带你去找他评理 哎呦你妈 儿子 我不是让你把地拖一下吗 怎么还坐在那里不动 你刚把云姥骂一顿 说让他帮你干活 人家姐是有情绪的好不好 做错了还不让人说了 谁还没个情绪啊 我还有情绪呢 不也一样在干吗 你还不如你爸呢 每次我没吵完架 我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哈哈哈哈 他不都有两个理由 第一 你不是他老婆 他可以不听 第二 他可不是你老公 要干啥干啥 我像个男人 哎呦你妈 五代花了 三晚八 许恶老婆 不顾佳 每天睡当 自然醒 还说自己 并尖苦 买了项链 用药包 人人有的 他要有 我爸有苦 不敢说 只能劝他 快退货 他说人人交就过 毫无容易 去到家 你说退货就退货 哎 我说老爸 便宜真都没好货 我再给你加一句啊 护妈好 护妈妙 护妈打的你哇哇叫 哎呦你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好了走吧 你是去上下还是去选美 上香啊 你上个下还化妆 你那个年我来弄我白干嘛 你就无爱上着佛堵吗 我去哪儿不都是画吗 上香拜佛不能化妆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不能发妆 你想啊 一学院的时候 佛祖看到了 是你现在的样子 你回家把妆卸了 他还能找得到你吗 低头一看 人家 人家 连不可能永远都不洗脸了吧